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就是其中一个电影的演员是卢正夜 他是一个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导演 他在香港也拍自己录片也拍自己的电影 我希望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融合一些 在荧幕上有能够带给年轻朋友观众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还有就是这个戏本身是谈论很多的探土 很多的矮昧关系 当中有干哥哥 干妹妹的一些关系 还有就是最好的朋友 这类型的关系其实全部都是一些 我们年轻朋友们经常会经历的一种状态 我希望将这个不确定的状态 能够带有希望的呈现 然后在我们找到对的人之前 我们先学习我们怎么去成为一个对的人 这个戏大概的一个statement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爱情 在寻找爱情之中当中 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对象 好 谢谢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次这部作品是启用了很多的 像您说的有像您以前参加过您的岛表演的一些演员 那不知道您对于 因为您的之前写的那个《致命与春娇》的编剧 也在大陆非常受欢迎 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虑过进军大陆市场呢 我写的是第一纸 这是前篇的《致命与春娇》 在内地上的《致命与春娇》 然后写的叫我写的是第一个 所以就是我之前拍的一个和派的作品 叫《Diva华丽之后》 没有就是没有很大型的放映过 但是还是希望可以进入广东市场 因为我们这片刚刚也在那个广州上映了几场 这是在广州那个电影周 希望可以有更加多的放映吧 但是这个电影因为是香港电台的 它不会正式上画 它不会正式的在电影院售票 在香港也不会想 但是会在电视上放 这应该在香港电台的高清 31台 还有就是有没有想过 就是有想过 但是不强求 因为现在的目前的状态 就是最想把年轻人题材 还有就是关于香港这城市的题材派好 其他的都希望顺其自然 就是有好的案子 有好的剧本的话 那就希望可以再跟内地的一些投资方去查 就是再去查谈一下 但是现在目前最想做的都是一些关注香港社会现放的一些题材 好 谢谢您 那不知道您下一部有什么打算呢 就是在电影上面 下一部就是他们说要拍书籍 这个电视电影 他们在电视上看到 然后有一些投资者有兴趣想拍书籍 就是暧昧不明关系研究学会 暧昧不明关系研究学会 真的是一个就是饶口令 会拍第二集 就我不知道叫二还是叫什么 但是应该会原用一些某一些演员 还有就是希望下一个作品是 也是在香港会开拍的 其他的长情就不便透露 但是希望可以尽快跟大家见面 把那个作品 好的 谢谢麦导演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温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